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项极其重要且令人兴奋的科学技术 CRISPR 这项技术可以让科学家们像玩拼图一样操控生物体的基因组 近日 马森理工学院的基因编辑先驱 明星科学家张峰 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他在演讲中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并与观众分享了自己追梦的故事 在演讲中张峰向观众展示了他的科学实验室 他们在开发基因编辑工具和递送系统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 为治疗遗传疾病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然而科学家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 如何将这些基因药物有效地送到病人体内的目标部位 不用担心 张峰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去年 他们研发了一种新的蛋白质注射方法 展示了在癌症治疗和各种生物疗法中的巨大潜力 此外 他们还开发了一种基于RNA的基因疗法 递送系统 这种系统能利用人体细胞内的成分 自组装成病毒样颗粒 将功能性mRNA输送到哺乳动物细胞中 这个新方法不仅安全 还能减少免疫反应 堪称一箭双雕 张峰的学术之旅真是令人惊叹 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化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 之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年仅34岁 他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资料 张峰实验室开发的工具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免疫学 临床医学和癌症生物学等领域 可以说是各大科学领域的万能钥匙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话说上个周 美国明星科学家张峰突然现身北京大学 仿佛超级英雄般的降临在座无叙席的演讲厅里 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基因编辑先驱 激发了我们对CRISPR这种神奇技术的无限想象 CRISPR简单来说 就是科学家手里的魔法棒 让它们能像玩拼图一样操作生物体的基因组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个42岁英俊潇洒的科学家 在演讲中不仅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还大方地聊聊自己当年追梦的故事 别看他现在牛气冲天 当年也不过是个七年级的小屁孩 那时候他被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 给迷得七红八素 心中萌发了对生物化学的浓厚兴趣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他科学探险的七点 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上 张峰把观众带进了他的科学实验室 他说自己和团队在开发基因编辑工具 和递送系统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治疗遗传疾病提供了全新的方法 可是科学家们现在面临的难题在于 如何将这些基因药物有效地 送到病人体内的目标部位 不用担心张教授和他的团队 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了 据他透露去年他们研发了一种新的蛋白质注射方法 这种方法展示了在癌症治疗和各种生物疗法中的巨大潜力 此外张峰还提到他们开发了一种基于RNA的基因疗法 递送系统 这种系统能利用人体细胞内的成分 自组装成病毒样颗粒 将功能性mRNA输送到哺乳动物细胞中 这个新方法不仅安全 还能减少免疫反应 堪称一箭双雕 张峰的学术之旅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他200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化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 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年仅34岁 他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布罗德研究所的终身教授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资料 张峰实验室开发的工具已经被广泛用于免疫学 临床医学和癌症生物学等领域 简直是各大科学领域的万能钥匙 张峰的故事开始于中国河北 11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 爱荷华州得梅音士 这个能纠正一系列遗传疾病的革命性工具方面的贡献 他还是光遗传学的领导者 光遗传学 别急 这可是总利用光来精确监测和控制大脑细胞的神经科学技术 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张峰的奖项可以说是拿到手软 包括Allen T. Waterman奖 奥尔巴尼医疗中心奖 和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 他还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 美国国家医学院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和美国国家发明家学院的院士 简直就是科学界的奥斯卡得主 张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不仅让大家见识了前沿科学的魅力 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初心和坚持 他在演讲中说道 科学研究不仅需要创新精神 还需要团队的合作和不懈的努力 就像他当年看猪洛记公园时 萌发的那个小小的想法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坚持 如今已经结束了硕果 这次北京大学之行 让张峰和中国的科学爱好者们 有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不少学生和年轻的科研人员 都热情地向他请教 张峰也毫无保留地 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许多人表示 张峰的演讲 让他们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更加坚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心 总的来说 这次张峰的北京之行 不仅是一场学术交流 也是一次科学精神的传递 在这个基因编辑领域的先驱者身上 我们看到了科学的无限可能 和美好前景 对于那些热衷于科学研究的 年轻人来说 张峰无疑是他们心中的 偶像和榜样 无论是他在科研领域的成就 还是他对科学的热爱和坚持 都让人感到无比钦佩 张峰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的道路虽然充满挑战 但只要怀揣梦想 勇敢前行 就一定能在这条路上收获 属于自己的精彩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在张峰的启发下 投身于科学研究 探索未知的世界 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5月22日 北京大学的学术殿堂中 热情如火的北大学子们 迎来了他们的超级英雄 顶尖华人科学家张峰 这场学术讲座不仅是科学界的盛世 更是北大校园内的一次追星狂欢 讲座还未开始 走廊上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场内更是人头攒动 作物虚席 仿佛是一场摇滚演唱会 对了 此次活动是由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谢小亮院士邀请的 七八年前张峰也曾来过北大 关注度同样不低 张峰的演讲主题是 Explor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探索生物学多样性 不过张峰这次在开讲前 先给大家泼了盆冷水 他坦言 如果我在国内上学 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很低 张峰的这番话可不是谦虚 而是源于他对自身成长环境的深刻认识 他表示 我在中国上小学的时候 很多人说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努力学习 但是当时我也明白 如果通过考试来考北大 我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里有很多聪明且努力的人 张峰这一番自嘲式的开场白 引发了台下学生们的振振笑声和掌声 随即张峰开始进入正题 分享他在生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张峰总是能在生物学最热门的研究方向中 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十几年里 他参与并推动了光益传学和 CRISPR基因编辑的发现和发展 在这次的讲座中 我们看到了张峰老师将目光 投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递送 这对于核酸治疗的应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张峰介绍了一种RNA递送工具 逆转入病毒样蛋白PG-SHIN 这种工具能够与自身的mRNA结合 并在其周围形成球形保护囊 这种灵感源自逆转路转座子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逆转路病毒和逆转路元件 将其遗传密码插入哺乳动物基因组中 其中一些病毒序列被哺乳动物细胞重组 以在发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类基因组中约有80%远古时代 感染人类的逆转路病毒的参与 张峰团队在研究中发现 逆转路转座子来源的蛋白Rs 能够形成病毒样结构 并参与细胞间RNA的转移 为了探索逆转路转座子 作为基因递送平台的潜力 张峰团队搜索了 人类基因组中的这一类蛋白质 其中张峰团队发现的潜力 最突出的蛋白是PEG-10 细胞能够释放出PEG-10颗粒 这些PEG-10颗粒大多含有它 们自己的mRNA 这表明PEG-10可能能够 包装特定的RNA分子 为了将PEG-10开发为递送平台 张峰团队进行了多项改造 他们在PEG-10的mRNA序列中 找到了识别和包装其RNA的序列 然后对PEG-10蛋白和该mRNA序列 进行了改造 使PEG-10能够选择性包装RNA 通过融合蛋白的修饰 PEG-10蛋白能够更好地 与细胞膜融合 从而帮助其更好地进入细胞 这些改造使PEG-10有望靶向 特定种类的细胞组织或器官 并进行RNA递送 演讲中张峰还介绍了 另一种蛋白质递送工具 细菌可收缩注射系统 Contract Injection Systems CIS 这种工具利用独特的细菌注射器 将蛋白质注射到人类细胞中 细胞外可收缩注射系统 通过驱动一个针头 结构穿透细胞膜 然后将携带的蛋白质注入 针核细胞 张峰团队开发的这一新型蛋白质递送工具 是通过对ECIS的一个亚型 PVC是一种自发光感菌属的线桶共生菌 其注射系统能够将生物毒素精准地 递送到目标细胞中 PVC结构复杂 但通过AlphaFold设计的修改方法 研究人员能够调整其尾部纤维蛋白 使其更加精准地 把向人类细胞表面表达的不同蛋白 在活体消暑实验中 CIS系统成功完成了 颅内的蛋白质递送 且未引起任何免疫细胞的激活 和延性细胞因子的产生 张峰的讲座内容丰富而精彩 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现场摩肩接踵 空气中弥漫着科学探索的激情 张峰这一位巴黎后科学家的传奇人生 也为这场讲座增涩不少 张峰出生于河北 21岁获得哈佛大学化学与物理学学士学位 26岁获得斯坦福大学化学及生物工程博士学位 34岁时成为麻省理工 终身教授担任麦格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德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学术成就 使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16年 34岁的张峰 作为下一代领袖之一 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入榜理由是 用改造生命的技术 改变了科学 他在科研领域 左右建树 硕果类类 研究领域包括合成生物学 基因组与表观基因组工程技术发展 神经元电路工程 光移传学 干细胞生物工程和基因传递等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在基因修饰技术 CRISPR-Castone的发展和应用方面的研究 CRISPR技术的发现和应用 是科学界的一大突破 改变了基因编辑领域的面貌 CRISPR系统 即规律间隔层住短回纹重复序列 是细菌的一种基因组中 含有曾攻击过细菌的 病毒基因片段的系统 这个系统 使细菌能够识别 并抵抗相同病毒的攻击 并摧毁其DNA 人类利用这一系统 可以准确且有效地 编辑生命体内的布 分基因 CRISPR系统 由日本科学家 在1987年首次发现 后来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 科学家们逐步了解了 其工作机制 张峰团队 在CRISPR系统的应用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 将其用于 哺乳动物细胞的基因编辑 开创了基因编辑的新纪元 这一技术 在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应用中 具有广泛的前景 被誉为基因磨碱 张峰的学术成就和科研精神 深深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 许多学生纷纷表示 张峰的讲座 不仅让他们对生物学多样性 和基因编辑技术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更激发了他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 张峰以其朴实无华的言辞 和生动幽默的讲述 展现了科学家应有的谦逊和冲高的学术追求 讲座结束后 张峰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 他鼓励年轻的学子们勇于探索未知 追求卓越 并保持对科学的热爱和好奇心 张峰还分享了他在科研道路上的心得体会 特别是他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的坚持与努力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 能够激励更多的学生 投身于科学研究 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正如张峰所说 北大是许多学生心中的梦想 但在现实中 未必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进入这所顶尖学府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追求卓越的机会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我们怀揣梦想 努力奋斗 总能在科学的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辉足迹 张峰的讲座不仅是一场学术盛宴 更是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通过他的分享 学生们明白了科学研究 不仅需要智慧和才华 更需要坚持和毅力 相信在张峰的激励下 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学子 在科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挨挨语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型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 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